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是农历的3月23号到3月30号 在我们王产老祖圣诞千秋水路大法会的谈成 法会期间诵经供养法言超度等等 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一个大本愿 真的是非常的诚心的为祈求民养两立 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首先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这两位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跟随师父也是相当相当久的时间了 介绍的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 也是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 主持法师 原德法师 原德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原德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贤士大德以及信众大德 大家 阿弥陀佛 今天能够受邀为大家来讲讲话 一个好善缘 谢谢大家的首饰 阿弥陀佛 好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副秘书长继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 全国独一无二的天一道场主持原德法师 原德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最佳主持人原德法师 阿弥陀佛 谢谢 电视机前面的四方三星大德以及神师同修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每一次在法务出现或者是 在我们所有的中务出现的时候 不难发现我们原道法师跟原德法师 这就是我们在道场里面是最佳的贤抗力 出门的时候两位就是这样子实质紧扣的 让我们觉得师父一直希望我们夫妻可以来共修 一直修到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最佳的伴侣了 但是在我们所有全国42处的道场还有642处的教室 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不只是夫妻了 小孩也进来了 甚至小孩把他太太也都带进来了 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真的感恩我们的师父还有老祖师尊 给我们这么多的修行的平台让我们有更多的体验 尤其在我们公主王残老祖师尊 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大家长 就是我们的教主 王残老祖圣诞千秋我们所举办的护国喜灾水路大法会 这个家庭的一个大喜事 所以说我们水路大法会的期间 其实各单位真的这些法务大家动起来了 而且全国各分市道场也是一样非常的忙碌 再来当然还有全体学员也是一样 大家都动起来了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 大家有这种诚实的心 因为师父也开示我们说 一个水路大法会 我们用的财力物力还有人力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请我们的秘书长 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还有副秘书长 来跟我们大家谈一下 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在水路法会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殊胜的一个法务 你们的法师你先来谈吧 好吧 其实水路大法会是公祝我们的教主 王残老祖世尊的圣诞千秋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大事 也是本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法会 因为总共说是八天 其实前前后后忙碌的将近一个月 因为要一个大盛典 就必须多方面的多人来参与 每个单位而且现在我们行之有年 所以很多都知道要怎么做了 只是一个负责的法务负责的同修 必须说拿得再来分类说 这个工作谁做这个工作谁做 大家都能够承担 而且在准备的过程 每个地方都是继续迷移必须要走到 那功德基金会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每年都要同修一起来诵经 是的 那诵经功德是功德齐天 是的 还有因为师父非常具性迷移的说 要来规划一个周延的优质的服务 给做我们的会友 因为我们学了很多庙华 就是我们是一个信心宗教 所以华卖就是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风水庙华来普利大众 所以有这么多的庙华 就是有交由我们的法师讲师 再来就是智慧长来解说 来服务来关照 应当这个一年或是师生 要从维新圣教 我们的伟大的教旨 王辰老子大天尊 老价慈航说起 因为天下可以说 事情太多 是 很不平安 整个全世界人类 面临的基欧与战争 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 所以诸天圣神佛菩萨 在天上也在开会 在人间也在开会 唯有共认的就是 要恭请王辰老子 倒架出航 来世间 才能够有这个姻缘 有这个 功德天 能够圆满 让人类 世界 大家都平安 是 功德基金会 所有的智慧长 把这个道在我们生活当中 开始弘扬到每个家庭里面去 也希望家家户户都平安 所以很多人接到了我们老祖师尊师父的庙法 改善家庭真的很多 尤其在我们水路大法会今年迈入地22年 少说我们原德法师跟原道法师 这样加起来至少有22年以上了 这22年里面水路大法会的进步 还有服务这么多的信众大德 这么多人得到平安 我们请原德法师来开示 水路大法会其实从第一坛跟第二坛 完全由我们台北大安市来承担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二届跟第五届 我们是比较早成立的一个道场 所以当初在成立的时候 也是可以说非常陌生 什么水路大法会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非常紧张 是 那要怎么做呢 一一的跟师父请教 师父交代 然后同修我们一起研究 然后呢 光光我们那个副坛的人员 用这种七坛嘛 是 七坛一锁 是 24小时都要有人副坛 是 那以外的服务的更别说了 要人人很多 是 因为我们请了出家师父将近80位 是 每个坛城都有几十位 不等 所以说都要有很多的适者 一起参与的 上供的 实在要很多的人员来配合 是 所以那副坛以前 一切都是向有新生 如果你觉得这是责任 这是殊荣 这是重要的 你就不会去想我脚很伤 我幸福很疲劳 都没有这个声音 大家 尤其交接的时候 那么彬彬有礼 那么感恩 让人看得实在非常的感动 虽然辛苦 但是是值得也快乐的 那到现在来二十几坛了 我们学员也可以是好几万人 而且班级也好几百班了 人是多了 所以工作轻松了 你轻松了会怎么样 会放松 这是人情 所以现在轮子不到半个小时 赶快换班了 不能好累 我听起来都觉得 心里觉得说 这个是人的心态影响 一个人 这是刚刚互谈 就这种感觉 在我们这一次 水路大法会 我们有公社联位 我们水路大法会 已经快到了 所以你要赶快报名 在我们的净土坛里面 公社的联位 有唐上历代祖先联位 以及个人往生联位 还有个人冤亲在祖联位 另外还有身上亲人 依附龄的联位 另外还有无缘住室的英龄的联位 还有住宅工厂工资地基组的联位 以及何家祈福消灾长生路位 还有八进十方有缘租龄的大联位 另外还有就是扑桌的赞扑 这是相当殊胜的 所以各位您如果说 想要来参加我们联位公社 来报恩 或者是来忏悔 来消灾化解的 现在就要赶快报名 你有任何一个问题 不知道说 我这个问题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 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 仙国寺的事务部来询问 电话就是零四九二七二四六六九 零四九二七二四六六九 我们提到呢 刚刚听到我们原德法师讲了这样子 哎呀很感动 第一弹到底二十二弹 这样的我们的维新圣教 真的已经达到了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借由我们诸贤佛菩萨的威德力 将我们这一次的法会 可以做得更加圆满 原道法师 您也是一样 从第一弹到现在的 说一下你的感想 我现身说法 是 因为过去 关于大场面的水路法会 没有参加过 是 所以进入维新政教来 从零开始学习 感受良心 是 是 真的拜拜是很大的学问 没有很大的威德力的天神 无法办理这个大法会 是 还有人间一定要有一位大师 非常有能量 是 人间一切疾苦寥寥分明 是 所以 我们看一次大法会 刚刚我们主持人 原济法师讲过 说多少种的联位 包括三届万领 阴阳两届 都要能够有这个威德力 可以超度 是 人间台会平安 世界台会和平 是的 所以这些重大的法会 让来参与 来帮这次大忙的将近100位的宋建法师 看到我们韦先生叫王产老祖 这个圣诞的这个水路大法会 这么殊胜 让他们会开开眼界 而且非常赞叹不已 是的 在我们水路法会 它也是我们王产老祖 跟师父天人合一的一个妙法 让我们有很多人 就是因为 藉由这个诸佛菩萨的威德力 再加上藉由我们诵经 让这些诸佛菩萨 王产老祖师尊 将这些的功德转施 要不然我们每个学员 哪有何德何能说 我这个经典念一念 我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这个力量是不够的 因为这法师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 所以说师父非常的慈悲 说老子师尊 要我们每一个维新弟子 第一个就是你精进上课 读一经风水学 然后就是我们一个 非常强项的消灾化解 要怎么消灾化解 当然是养葬佛利 那养葬佛利你必须守读诸经 才能够跟像现在我们是 王产老子的弟子 那王产老子玄妙真经 是我们必备的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会倒背如流 那还有呢 现在就是上天四语的 一皇大帝跟我们老子师尊四语的 就是鬼谷先师天的经 这是我们的主经 所以你要跟诸佛菩萨 我们的师尊跟一皇大帝交流 就是要诵经 学习他的精神 首读经典里边很多的药益 让我们去深思 所以这个法会叫大家拿这个转师 因为你送了这么多的功德力 当然就是可以为世界来祈求和平 家庭平安 那因为通常我们这个转师的重点 是在有王产老子的水陆大法会的时候 来呈现 是的 然后你不要说 一年中就像刚刚刚那天 很多人的这个问题 对 这个我必须告诉诸位 这是师父传述的 说我们法音宣流 在地球上一分钟就转了四百多圈 所以这个法音宣流 你念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法音 已经传播在整个的 你的可以说空界了 在整个空界了 所以你要的 你在念的 你的心力的 所以我们师尊 特别有告诉诸位说 当你要诵经的时候 就特别准备了一张文书 就是祈福文书 是的 因为我们是配合的 我们的师尊 所以恭祝王产老子 圣诞天秋 喜安消灾大法会 诵经念佛祈求 回向的那个文书 这是一个起点 我不知道文书念 那念一念 以后就开始诵经 诵经以后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诵三遍 或者五遍 当你结束的时候 再做一次的回向 这是非常道地 非常严谨的 所以说我们诵经的时候 心都主敬臣臣 要很虔诚的心说 融入经典 然后把这个心 完全就是身口一供养 我们在念 鬼谷先世天德经 我们就是鬼谷先世的化身 就是这样 我们念 王产老子 学妙真经就是王产老子的那个化身一样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庄严在来念 念过以后把这个回向 我们当下的回向就是诸佛菩萨听到 老祖也收到了 游王大帝也收到了 但是要有一个根据 根据就是在我们水路大法会的时候才一个总结 你要叫过来 像今年是特别说 师傅说有好事情大家一起做 往昔以来大概要将近一二十年都是大安市在做统筹 因为我们是负责这总会 维心身教功德基金会的总会 一直从成立以来 民国九十年 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在 当然是在做这方面的服务工作 那师傅说这么好的工作 尤其我们现在体制非常之大 所以有疫情大学 疫情大学是管全国的 不管是正期班的 是哪一届 或者初期班的 每一个名单都在疫情大学里面 所以他说 今年就是有疫情大学来做统计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医化的时代 都是用电脑 就不必花很多纸本 很多什么的 速度又快又精准 所以今年统计是大家 所以我请之位 你发现在诵经的同修 或者是信中大德 记得要怎么来报上我们的教处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附近的各道场都可以 分道场都可以为大家服务 我们水路法会的这种书胜功德之外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 才是可以在这个水路法会更加的圆满 当你有诵了这么多经典以后 你会融入经典 而且从经典的启示 开展智慧 让你更有信心 更有坚强的 那个意志力说 这个信仰的力量多么了不起 原来诸佛菩萨给我们都是这么的真实意 让我们可以证到 其实在诵经里边 其实我好多 因为我大安师已经成立了二十几年了 那这几年之间 好多的同修 他的印证 把家庭不平安 按诵经以后越来越平安 把本宅夫妻或是家庭不和谐的 越来越和谐 这都是可以证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你有在诵经以后 希望你也来参加 因为你把这些功德力 仰仗佛力来转世的时候 你也来参加我们的3月26号 公主王产老子 圣诞千秋的水路大法会 你会更进一层的认知 知行合一 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 知道以后还会把握机会来参与 那就知行合一 而今天来讲这件事情是 我们大家都要取得共识 王产老子圣诞来举办水路大法会 因缘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时候再举办 因为维新圣教教主的 这个水路大法会 是因为王产老子承担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重大天命 所以这个大法会的意义 非常功德 非常大 如果大家知道这么大的法会 功德很大 能够把握机会参与的话 能够同占华裔 从政菩提 你心想事成 你希望什么都能够得到华裔 所以我今天献身来说法 刚刚袁道保释说 师傅没人疏忽 或是什么抗位要给我们的事 那说好好好 好好 接起来的时候你满心就发行 对方也觉得这个人可以 也能给我们评比就说 这个人真的高败利 你如果你有接纳下来 你一定要深考思考 说我会好做 没好做 就对了 没好做 我们再来问 要问我们就得到了 所以工作就是学习 是 学习中来求进步 所以说我们说 行道真的要是行 不是只设 我们已经设这些设得很好 你如果都没有去 没有保识 没有去了解 你所学的你没有 一直没出境 你就知 你没有行 我们还是一样这句话 百文不如一见 如果说我们呢 我们的信众大德 还有我们的贤士同修 有机会的话 在我们王残老祖 圣诞千秋水路法会的时候 这个期间不妨 你抽一天上来看看 有这么多的信众 这不是空穴来风的 已经进入第22坛 也不是这么一两天的时间 一两年的时间的殊胜了 所以说我们王残老祖师尊开示 灵魂如果不安的话 我们家中绝对也是不安 祖先不安 子女的事业 也一定是不会顺利的 所以我们仰仗佛菩萨的威德力 水路大法会的真实意 就是在祈求国态民安 风调雨顺 世界和平 家家户户能够得到 圆满 幸福 快乐 这才是我们跟随着王残老祖师尊 还有跟随着师父 我们一起来共修最主要的一个主旨 所以其实时间也过得很快 我们今天也真的是感谢我们的 原道法师还有原德法师 来给我们开示接受访问 我相信对我们水路大法会 有更多的殊胜 也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 带领了这么多 让我们很多人都有做功德的机会了 今天谢谢二位 感恩 阿弥陀佛 同时也感谢收看 水路大法会义工立人天 如果你想报名参加 有任何不清楚 请你赶快打电话 049-2724-669 这样来询问 你就可以得到圆满了 感恩 祝福大家 一切圆满 阿弥陀佛 一切圆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